9岁的女儿最近一段时间很抵抗继父 我也是不放心嘛 可能就是最近看的封面新闻比较多了 我也是怕有什么问题出现 所以啊就是在家里面安装了一个监控 当看完监控之后呀 我真的是暴怒了 我觉得继父真的不是人 就在前段时间呀 我的女儿呀 我感觉突然的比较反常 就发现呀 她一直非常抵抗继父抱她 并且呀 显现出来特别害怕的样子 后来我就在家里安装了一个监控码 发现原因之后 我觉得这个继父真的是不是人呀 我想着立马和她离婚 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原来我老公他表面上正正经经的 可是呀背地里竟然背着我干出了这样下三流的事情 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呀 可以说是毁了我女儿的一辈子 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你们可能有点不太相信 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发生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下这件事情 你们帮我评评理 看一看 这个人我还能不能和他继续在一起 我之前呢其实有过一段婚姻 我和我前夫是因为相亲认识的 我从小出生来农村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早早的就嫁人了 当时出嫁的时候呀 我也很不情愿 其实呀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 我是因为不喜欢他嘛 但是没办法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边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 我弟弟呢他只比我小两岁 所以考虑到我弟弟结婚娶媳妇的问题 然后我父母呀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让我先嫁人 然后等我出嫁之后呀 男方不是给这个彩礼吗 他们就想着让我拿到这个彩礼 帮着我弟弟娶媳妇的时候的用 当时呀说实话 我其实还是挺伤心的 觉得我父母呀真的是做的有点过分 其实说是让我结婚吧 竟然是拿着我去换钱 我觉得呀都是父母的孩子 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再说了我平时也是比较孝顺懂事的 家里面有什么活我都会抢着干 不会让我弟弟自己干 但是呀我弟弟他比较调皮嘛 被我妈惯的了 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妈都帮他做 现在呀也是整天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的 其实呀他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但是父母把我们养大了 我们也不可能拒绝 他提出来的要求嘛 所以呀他们帮我安排了这个相亲 我也是勉强的答应了 当时呢我父母给我找的 其实呀都是有钱人 大家也都知道我父母的意思 人家家里面条件都特别好呀 不管人家长相什么的 人性呀 反正呀只要有钱就行了 他们从来不多管其他的方面 前面呀介绍了几个条件 稍微差一点的 所以我父母呀就没有勉强我 但是后来遇见了我前夫 因为我前夫家里面条件特别好呀 在我们那个镇子上都是出了名的有钱 我父母也是非常的心动呀 当时就和人家商量 如果我们俩要是结婚的话 就是给别人要 50万块钱的彩礼 确实呀这个彩礼有点多 因为在农村的话 这个彩礼呢 基本上就是十几万块钱嘛 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那个时候呀 我那个前夫啊 他们家觉得呀 50万块钱也还好吧 虽然我觉得是巨额彩礼 但是他们觉得呀 也没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看重我嘛 觉得我长相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人也比较利索 将来以后去他们家呀 也能帮着人家做一些生意 我前夫他之所以愿意出这么高的彩礼来娶我 就是想着呀 娶个好的媳妇 多生几个儿子 他们就觉得呀 儿子才可以延续香火 可惜我呀 偏偏不巧的怀的是一个女儿 之后检查出来呀 是个女儿的时候 我婆婆她已经不开心了 每天到处都是针对我 给我找麻烦 说实话呀 我在那个家呀 从一结婚到离婚 我都没有一天的地位 我前夫呢 是一个典型的宝妈男 他妈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在他们家里呀 听话 笑诚一点 他们呀 可能会对我好一点 可是没想到呀 我太天真了 我结婚第三年的时候 我前夫 就是找各种理由呀 也不归宿 而且我还发现 他跟别的女人聊天 当时呀 我是非常的生气 我就觉得呀 我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请问什么 婆婆和老公看不起我呢 他对我也不好 后面更过分的事情 我前夫呢 他出去喝酒 每天半夜才回来 喝醉酒以后呀 回来不是骂我 就是动手打我 要么就是说呀 我生不出来儿子 数了我一对 说我没用 别的女人呀 都可以生儿子 只有我不能生儿子 生个女儿有什么用呀 反正呀 为了生孩子的事情 我是受了很多委屈 他这样对我 我也只能忍着 因为孩子还小嘛 我想着我女儿 那么小 我呢 也没有地方去 就算离婚我父母 也是不能容忍我的 我想着人几年吧 自己现在在家里面带孩子 因为没有工作嘛 如果要是离婚的话 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后 该怎么办呀 该怎么生活呀 我也想明白了 如果我把女儿 扔给他们的话 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眼里呀 只能容忍儿子的存在 过了几年之后 我女儿也长大了 我就想着出去上班挣钱嘛 所以我就直接跟前夫提出了离婚 离婚之后 我就一心干活挣钱 当时离婚的时候 我年龄也不算大 而且我自身条件也算还算好吧 因为之后我女儿已经上学了嘛 身边的追求者也还是挺多的 后来谈过一个男朋友 然后也就是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他叫陈浩 当时呢 我没认识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过 我就跟他说过 我离婚次婚 而且还带了一个女儿 现在我女儿呀 已经九岁了 陈浩听了之后啊 并没有嫌弃我 因为他呢 也是离过婚的 并且啊 他们当时没有孩子嘛 所以两个人 就是因为没孩子才离婚呢 陈浩一想呀 我既然带了一个女儿 也不影响将来女儿呀 还能好好地孝敬他 他呢 想得也很明白 他说呀 他肯定会对我女儿好的 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我就刻意地去观察一下 看他呀 对我女儿确实挺好的 每天呀 给我女儿买一些东西呀 然后带着我女儿出去 吃一些饭呀 我就想着呀 先尝试一下吧 万一他不喜欢我女儿 真的我女儿的话 那以后我们的日子 肯定就不好过了 可是经过几个月的 了解和观察呀 我发现我女儿呀 也非常的喜欢他 他对我女儿 也特别地用心 并且我们母女俩呀 在他的关照下 也是感动了 我的心呀 也是慢慢地被他融化 后来相处了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结婚了 刚开始我们三个人 相处的还挺融洽的 后来我就经常 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被公司安排到外地出差嘛 因为离家太远了 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 甚至呀 有时候半个月才能回家 有一次呀 我就是给老公商量 我让他帮忙 照顾我 照顾一下我女儿 接送我女儿上下学 然后想让他帮忙做做饭 洗洗衣服呀 照顾我女儿一周的时间吧 也顺便帮我女儿辅导作业 虽然他当时答应的 还算挺好的 但是呀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所以我就偷偷地在家里面 安装了一个监控 也是怕那个 有什么问题嘛 嗯 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就想着 他们两个相处的怎么样呀 其实那个时候呀 我还是挺相信 嗯 我老公的 要不然的话 我怎么能那么大胆的 把孩子丢给他呢 然后安装完以后呀 我就出差了 在外面待了差不多 有七天的时间吧 我就回家 其实那个过程呀 我也没有看 我觉得还是比较心理他的 等到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本来呀 想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 回到家以后 只有我女儿一个人 我就问他 你爸爸去哪了呀 然后我女儿就说呀 我爸爸去 他朋友家里了 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当时我就准备 我女儿 嗯 洗澡睡的时候 我是想着呀 还是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质问一下他吧 但是没想到 我女儿非要拦着我 不让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我赶紧 做点好吃的 吃完饭 说试完 因为当时 太累了 我躺在床上 就睡着了 第二天啊 一大早 我老公就回来了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老公就跟我女儿 特别的亲近 总想要抱一抱 我女儿的意思 然后呢 我女儿发现 我老公要抱她的时候 她的表情 特别的抵触 我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当时的局面呀 其实也挺尴尬的 我呢 还把我女儿吵了一对 我说 你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爸爸要抱你的 就让爸爸抱一下 但是我女儿 还是非常反抗 我呢 也感到有点尴尬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然后就在晚上 陪女儿睡觉的时候 我小小的问了一下 我女儿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就 她就只跟我说呀 妈妈你以后 能不能不去外地工作了 在家陪着我 后来我就觉得呀 这件事情 肯定是不对的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就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个时候我女儿才 说出了实情 原来呀 我不在家出差的那段时间 我老公经常让我女儿去干活 干些家务啊 一个九岁的女孩子 不仅啊 让她洗衣服还要拖地 而且做不好的话 就会给她筹码一顿 甚至呀 会对我女儿动手 我女儿还说呀 爸爸告诉过她 说呀 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一定要听她的话 要不然的话 等你上班走了之后 她就会好好的惩罚我 甚至呀 她还会打骂我 所以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 不敢跟你说 听我女儿说出这样的话 她当时呀 哆哆嗦嗦的 也是有点害怕的 我想来 我也不为难我女儿说了 毕竟女儿想起来 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还是很难过的 我就决定呀 不去听我女儿说 还不如看一下监控呢 我都不敢相信 她是这样的人 果然呀 让我女儿说的是一样的 让她自己做饭 脱衣服 洗碗 我看我女儿呀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 我老公直接手朝着她 身上打骂了几个耳光 然后一脚把我女儿踹到在地上 看完之后 我就特别生气嘛 我老公回来之后 我就帮 我老公拿了一份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嘛 我就告诉她 我们离婚吧 我老公呢 还是很疑惑 说你怎么了呀 怎么突然提起离婚的事情了 我就把监控的事情给她说了一下 听完之后 她还非常的生气 说呀 孩子现在都已经九岁了 自己干家伙活也是应该的 我这是在好好地帮你教育她 女孩不教育好以后 什么也不会做 嫁到别人家 也会受委屈的 我就是让女儿适当地做一点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你为什么要就脚踹她呢 你这个行为 对我女儿的心理 产生了很大的阴影 通过监控 我已经对你彻底的死心了 我老公看我的态度 也很坚决 就一个劲的给我道歉嘛 他也知道 他打我女儿是非应该的 并且他说呀 他错了 以后呀 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以后会对我女儿好的 这个机会呀 想着让我能给他一次机会 我在想呀 我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呢 老公对我女儿的这个行为 给他的内心也造成了 很大的阴影 我现在就希望他呢 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而且我现在对我女儿这样 我觉得呀 谁知道他以后 会对我女儿怎么样呢 现在我女儿已经九岁了 我想必呀 他将来以后找男朋友的时候 也会给他男朋友说起来 他小时候的这件往事 他可能对这件事情呀 带了一辈子的阴影 我现在想呀 我也不要结婚了 一个人带着我女儿 好好地生活 也是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这个做法呢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们觉得我老公这样 对我女儿过分吗 我该不该和他领婚呢 还是给他一次机会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麻烦 长按点赞三秒 助力一下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后爸后妈 看到这个视频 一定要善待别人家的女儿 毕竟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希望大家能带人家的女儿 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